这个传统的traditional apartment building flat building 它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它没有让人家有share的感觉 没有让人家有community 共同的感觉 就是什么 就是a mixture of lonely hearts 看到没有 只不过是一堆寂寞芳心的人的一个混杂组合而已 那都市人是什么 是不是寂寞芳心的一个混杂组合 那你传统建筑 就是传统那种所谓的四楼以下没有电梯 六楼以下有电梯那种所谓的工艺建筑 它的公寺common area 公共区就是因为只有进门跟楼梯或者电梯 所以那是只有百分之五 所以搞房地产的搞房子 你觉得老旧的成本工艺的话 土地含金量很高 为什么因为它的公寿很低 所以说它每一户人家 它的房子是三十坪的话 很可能它所占的那个土地 就可以有五坪八坪 也不像我们现在这种盖得很高的大楼 然后上百户 你分的土地大概只有一点点而已 那你这个传统的这种所谓的工艺住宅 你这个公寺 公寺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 所以说我们讲说 它有土地含金量非常高 然后这个传统的建筑物有很大的缺点 比如说它唯一的公共地心就是路面 电梯还有这个楼梯和同身梯 然后怎么办 没有任何的场所或者是活动 可以让大家彼此联织 大家没有sense of community 大家没有任何的这种共同性的感觉 我们只是重复在于 动不相往来的窝居或楼居之名 窝居或楼居之名而已 那这个当然是有问题的 你让同住在一个地方 人根本没有这种共同感 共同性的感觉 甚至连认识都不认识 对不对 这个就是跟现代人的心理 会很有关系的 所以说现代人 你这个 为什么现代人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心理疾病那么多 你除了觉得说现在的经济形态 工作形态很忙碌之外 你怎么办 你没有一个书发 你女生没有姐妹 男生没有兄弟帮 也没有邻近的 可以聊天互相照顾 也有一个 欧美先进国家 这个所谓的社会学家 sociology 或者是系列学家 psychology 零件商人 constructor 或者是developer 他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开始怎么办 开始就是有这个 budget kendom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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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很重要 就在这边 kendominion kendominion kend kend就是大家一起 domi 就是拉丁文当主人 这个怎么办 是一个地方 大家都当主人的地方 那这个字代表什么 知道吗 这个字代表 代表 就是说 有比较多公式的那一种 集合性住宅 集合性住宅 那一开始的话 怎么办 就是有budget kendominion 就是比较便宜的 比较不贵的 比较不贵的 这种所谓的 集合式的 那有比较多公共设施的这一种 做展 那这种 比较便宜 但是怎么办 但是我这个公式比较多 大概百分之二十左右的 我怎么办呢 就有这一个 小的连仪式 小的叶兰式 或者小的三温热 也就是说 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种 场所 让大家怎么办呢 诶 这个住在这一栋大楼里面的人 偶尔可以到那边 对不对 你就 一起聊聊天啊 看看报纸 讨论 看看新闻啊 看看电视啊 等等 好 后来大家怎么办 后来大家针对有钱的人 你就盖了 盖了 luxury condominion 这种豪华式的 那有这个公共设施 很多的这一种豪宅 豪华型的集合式住宅 集合式住宅 像这种豪华式的集合式住宅 他的公社一定超过百分之三十三 有些甚至到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 那我们台北市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地宝 你知道你如果用两亿 两亿买地宝的一栋 一层 你其实花了两亿里面有六千万是在买公社 公社 为什么 因为他有大花园 大的鱼厅 大的健身房 大的游泳室 大的伤温卵 大的launch bar 休闲的这一个bar 还有什么 还有会议室 还有宴会厅 宴会厅 宴会厅干嘛 像住在这个地方的小孩子他们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今天要请客 比如说生日宴 或者是我要小孩子的白日宴 一般的可能就是说我们就是去大饭店啊 什么餐厅啊 订位置 到时候大家去 可是怎么办 可是你住在这种豪华性的这一种 有这个很高比例公社的豪华性的豪宅 干嘛 你住这个好处 为什么 因为我有宴会厅 我可以请这个 可以请这个喜来论饭店啊 韩社啊 你们的厨师 什么办 cathleen 是道府外汇 cathleen to somebody's needs 你可以针对我们的这个需求 这个字本来就是道府 道府外汇 我都到你们家去 反对 我到你们家去做菜 给大家吃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只有这个 luxury condominium 他有办法做得到 你如果是budget condominium 根本做不到 如果是一般的这个apartment 更做不到 所以你看看如果是在一种 比较老旧的这个街区啊 如果说有人要办起事 结果他要办到他家 创办法 创办法 创办法就是占记录嘛 有没有 在道路上面然后盖个棚子啊 里面就摆个二十桌啊 然后那个 你从那个桌布就知道很烂了啦 就那个塑胶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你就是要据把这种luxury condominium 它就是什么 有权能的嘛 可是问题是坦白讲嘛 老是认为的 也就是西方人他们在用这种概念 在用这种概念 从这个传统这个tretino apartment building 转到budget condominium到luxury condominium 他们的目的到底有没有达到 我觉得在西方社会多少会达到 因为他们的个性比较 愿意跟人家social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这个建筑师 土地开发商跟营建商人 把这种概念也同样引进来 我觉得是浪费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可以去读很多跟这一些 这个所谓的卖房屋有关系的 住房有关系的各种的资讯嘛 也就是说 你即使是花两亿买一层地包 然后里面有六千万是公社 你使用公社的机会时间都很少 而且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啊 你也没有真的是利用到这种设施 然后去跟很多的这种邻居啊 同一栋的交朋友认识交往 没有啊 因为你有这个房心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在台湾 你花那么多的钱 去买这个公社超过33%的 我觉得不值得啊 所以怎么办 欸 观念要来 现在怎么办 现在就不流行这个luxury condominion 当然啦 有钱人还是一样 luxury condominion 可是怎么办 现在都会区啊 出现一种叫co-lating building co-lating building 共同生活的这一个住宅大楼 那这种共同生活的住宅大楼有个特色 第一个怎么办 他是针对都会上班7年 那你要知道都会很贵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针对都会上班7年 第一个 你如果说啊 我们不管你啦 反正你就是要在都会上班 那你又护不起房租 那你怎么办 那你就去 像东京就很可怜嘛 你知道东京很多人 每天早上五点半六点就喜欢 为什么 因为他住在这一个100公里以外 他要搭捷运搭地铁 到东京都来上班 所以他上下班就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那 其实很多很多先进的国家都有这种问题 可是问题是 现在有一种概念就是说 我在那个比较接近都会的这种上班地区 我来盖一种Colidive building 在Colidive building有一个特色 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 我房间很小 所以怎么办 我就让你租得起 小小小小 房间很小嘛 两瓶三瓶 就让你租得起 可是问题是怎样呢 我们有很多很大的什么办 公共设施 Command area 你竟可以大大利用这些公共设施 比如说我们有公用公共的厨房 公共的这一个 你可能以前住在别的地方的时候 你还要再拿着你的衣服 那到你们家户就去找有没有那个洗衣机器店 但是你不用 我们现在在Colidive building里面 就有一个地方 就有就是就放了那个一二十台的机器 就像我们现在这一次的选手村一样 就放了一二十台的这一个 那个投钱的这一个 投币式的这一个洗衣机 你就可以使用 那我们这一种 Colidive building怎么办呢 有这个什么 有一个小电影院 你可以在这个 同一层楼啦 或是上下楼 或是彼此公司认识怎么办呢 一起都要看电影 那有一个很大的音音一听 你一听可以办活动 办活动 所以呢 改变了 我Colidive building 共同生活的这一个住宅 房间是小一点 可是有很多的人 很多的这一种 可以 大家也请注意一些地方 一些地方 好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这些 亲人所要 或者是所负担的 其实不是 Dominion 而是医动有很多小套房 可以租用 但又有连移厅 电视 小睡眠部 Cinema 公共厨房 公共这一个机器洗衣间 等方便生活 比较移交朋友的地方 富山的起 又跟大家做朋友 寂寞放心 可以捡钱 对吧 我不做 窝民 隆民 这个 窝民 隆民 这个是讲中国大陆 窝居 隆民是讲香港 真的是像住的鸽子龙一样 那 你会说 奇怪 你现在Colid Living的房间 也是很小 两三点 那 可是为什么不叫做 不叫做 窝民 因为我是房间很小 可是我一出房间怎么办 就有很多很宽敞的这一种 Compet Area可以使用 你如果像中国大陆跟香港的这一种 Apartment Building 你真的就是怎么办 就是窝居啊 就是什么办 就是这个 农民啊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 就只有住那一个小小的地方啊 你所谓的公共区就是公共走道啊 跟电梯而已啊 又张又乱 又张又乱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概念的 就是Share Economy Share 从Share Economy 让我们觉得说 Colid Living 应该是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